基塔的话之前是用铝线来挂过 但是现在的话同样它就是往生销 我们是要往这边搬一点点这个基头 说实上的话在这个主根里面 我们一样给它生一根初点的这个铝线 初点的铝线的话用 让这个基头打弯一点点 给它打弯过去 硬搬一点点过去就可以 搬一点点过去的话 就是让这个基塔跟基边的话 就是有一定的距离 给看车 现在的话我们就给它上铝线 上完这个塔的铝线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我们同样也要上2.0的铝线 现在这种的话就是撬出来的 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基条全面上一下 因为这个基条的话 现在是往上撬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尾部 尾部如果是很长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收剪 如果是这个尾部很长 我们不用留太长 我们可以给它收剪掉 基头跟基头之间的话 我们一定要控制 这里的话就给它剩一根初点的 给它补充一根初点的 因为这里搬不动 这个基头太硬了 搬不下来 手上的话一定要用粗的铝线给它翻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翻下来 可以翻成平面 然后的话再给它用铝线来捆绑 基条保持有距离 可以的 一起烧到这边来 这一塔的话我们可以 再给它缩小一点点 定型了以后啊 这个造型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再用小一点的铝线 给它做为一个收边 收一切 大体的这个塔的面积就出来了 像这种毛毛罩罩的这种的话 我们再一次用小铝线 给它收一下 用一种1.0的铝线 像这种的话我们从旁边开始收 一样啊 因为为了鸡条更多 然后这种 这种的话就是要 一个个个的 这样就往里面去拉 靠拢 往里面去收啊 如果说里面有鸡的话就是 比较翘的 我们可以啊 给它牵进去 大概的面积 平整度 就是这样子 鸡条少就是要靠 去养鸡条 往鸡边搬一点点 现在这个位积的话就出来了 啊 还有的话我们就给它修剪一下 现在的话就是 又靠这个 剪刀去修剪啊 把这个 边边的边角 给它修修啊 现在大概的 面积就出来了 然后的话 可以往下压一点点啊 再压一点 两边是 两边是这样子啊 像弧形一样 这样子的话 大体的一个方向就出来了 啊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 啊 做完以后啊 这个大体的面积就是这样子的啊 现在已经做了梯塔 上面这里的话还有一塔小的 鸡塔小的话 我们同样 也给它上流线给它做完 鸡塔的话就是 啊 更加的小 因为 现在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小啊 可以看到啊 现在很小的这种 我们同样啊 一次也要给它上 上流线 给它捆绑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